你饿了吗 我饭好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饭好了 我是今天的美食小学徒 小叔 站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的男神 史蒂文老师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今天又要教我们做菜了 不教做菜 能干嘛 还可以闲聊 比如说我今天就有问题要请教你 你已经跑遍了 哪有没有 其实它就是鲑鱼的一种 看看第二现场的两位嘉宾 哈喽 斯蒂文老师 你好 哈喽 你们好 先给我们做个做介绍吧 我是陆安 非常荣幸能参加咱们的节目 向斯蒂文老师学习 我是圆圆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 把自己的词意提升一下 她能说提升 就说明她有基础和水准在 好 平时参加做饭吗 还挺喜欢做饭的 都做什么 中餐 还有一些西餐的一些简单的一些 沙拉 还有蛋糕之类的 种类还挺多的 而且这囊括了很多 中餐 西餐 全方位 都有了 是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位 是闺蜜吗 你们俩 对 是闺蜜 你们是做什么职业的 她是设计 然后我是内装师工 哦 内装师工啊 工 那就是 一个设计 一个工人 对 就是又是搭档 又是闺蜜 是吗 是的 对 那你们今天的分工也是这样吗 就是一个人在旁边看 兼工 另外一个旁边开始做 没错 是 她设计 然后我施工 可以啊 但是我们今天啊 我已经提出了要求 我希望Steven老师教我做三文鱼 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 有没有准备三文鱼 想不想也跟着我一块学这道菜 非常想学习这道菜 你们爱吃三文鱼吗 爱吃吗 爱吃 一般都吃生的是吧 没错 偶尔占一下肩膀 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较好 大家常吃日料 日料就切了就吃了 不知道什么太多的 好方便的 今天我们会有更独特的烹饪技巧 先看看你们准备的食材都有哪些 今天然后这个是主角 是主角 买的三文鱼 对 三文鱼 还有什么呢 拌沙拉的蔬菜 还有一些调料 买到了这个黑醋 还买到了薄盐生抽 好 那我们今天要准备什么料 我们得先清 我们其实差不多呀 我们也三文鱼啊 我觉得我们的食盒里面都不是这些 真是烦死了 每次要问他 但是又不得不问他 时刻时刻告诉我们 今天都有什么料呢 有几乎 又有外号 这呢有我们的食谱 有制作方法 哎 三文鱼不用说了 对 主角 哎 哇 好干净啊 这个处理的 而且切好了薄片 我估计一会儿 我们就应该切这个大小就可以了 配料里面有 不用说了 清明 我觉得我们积极都 就各式各样 对 几乎都用到清明 还有番茄 刚才他们也准备了番茄 包括一些香料包 都已经给您分切 并且清洗处理好了 咱们现场其实也跟食盒里差不多 我们也差不多 对 今天制作单位 比较仁慈一点 没有给你出难题 对 摆上一桌 对 至少摆了一桌 这个黄番茄 红番茄都有 其实是一样的吧 都有 水萝卜 香料 你看 柠檬 而且你们发现 我们每次做菜都基本上都是 大家家里都有的东西 没有太复杂 什么柠檬啊 对 没有太复杂 就是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 利用手边的这些食材啊 然后现有的调味料 能够制作出美味的佳肴 对 那咱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吧 好 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的三文鱼口味啊 除了生吃粘芥末以外 有没有什么特殊口味 想要提出来啊 想怎么做 其实就是比较那个西餐的做法 然后我们因为平时就可以小聚的时候 就是可以吃一下 然后很有意义 比较西餐的 然后又可以跟什么朋友分享 是吧 分享 对 对我来说分享的意义就是说 家庭这个有个开开烘拍啊 对 周六周日闺蜜之夜啊 什么闺蜜下午茶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还真没在节目中做过分享餐 我们可以来做一下分享餐 好啊 咱们开始动手吧 我们做一下分享餐 嗯